大悲咒感应事迹 重伤力荐功效 在台南空军任职的莫正希老居时 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全家皈依三宝 其二女公子莫佩贤 任教于林园中学 他在佛教青年第八期中发表 妙载观世音译文 报道四件不可思议的灵异 其中有一段这样记载 四十二年春 我在西址从慈航老法师学佛 并抽空帮佛学研究班担任英文 实驻军中有不少军人 也时常前往聆听慈老的开示 内中有一位青年军官张军 除了参加听经以外 也时常抽侠 参加内院高级英文补习班的旁庭 因此我有机缘认识了这位 好学心切的道友 四十三年春 我又回到了凤山连社 十月间 突然年转接到一封不吉祥的来信 言记张道友在演习时不慎负伤 子端贯穿在上胸生命垂危 俗语说 天有不自风云 人有但兮祸福 此次遭难 虽然是偶然的不幸 但以佛陀的慧眼来看 何尝不是素颜 伤者经四十天的痛苦挣扎和小心的医护 子弹进口已告痊愈 出口已将复原 但右臂不能动弹 解决麻木 后经医师检查 发现左臂网状神经丛受伤肾剧 切通大脑神经也失去作用 只影响手臂 分寸难移 就医学上的眼光来看 目前世界医学最发达的国家如美国 也只能接至神经中枢 其他支系部分 便非药师手术可以奏效的了 所以当时主治医师黯然的说 需要很长时间 看看二三年后 或许能恢复一些 语云勿伤其类 在我的记忆中 张道友是个热沉 淳朴的好学青年 平素沉浸寡言 在今日浮靡的社会中 正是不可多得的青年 倘若成了一个四体不全的残废 该多么可惜 可是要是失灵 要怎样才能挽救他的手臂呢 灵机一动 我突然的一起了周太太 也就是台中农学院教授 周邦道夫人 的大杯水 于是专程到台中 向周太太说明来意 取得两瓶 即前往新竹 多妙啊 晚上使手臂还无法抬起 喝过大杯水以后 次六成 手臂已顿然可以上举及肩了 而且 僵直麻木的状态 也已减轻了许多 至此 四十天的痛苦沉磕 仅一消之间 即豁然而若失 此故事选自主云法师的 《病患者的指南》一说 就会来一声 咱们下时间 请崩峰 弃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